收拾五年然後這樣子收拾就沒有壓力 如果收拾最低出現在你 你要怎麼辦? 離開 為什麼會不會太嚴重啊? 不能離開啊 至少我們有墊背的啊 陶子節這麼久沒見還是怎麼放你呢? 全新寵物實驚秀節目 Hello!貓小孩3日舉辦首映記者會 由魁霧五年在街主持幫的陶晶瑩 化身CEO 帶領時犧牲美容組 郭樹瑤洪偉晶 以及膳食組草又寧一同出席 而小潮更是為了節目第一次下廚 讓眾人非常緊張 看小潮真的對廚藝真的是沒有辦法啊? 我真的是完全沒有下過廚 這個 因為這個節目是我第一次下廚 然後第一次用刀子切菜 受傷嗎? 切菜沒有 但大家很怕我切到手 對 但沒有 有被狗狗咬到了 咬到手 其實已經好了 破傷風 破傷風 真的被咬了一個洞流血 所以其他三位是他們沒有跟你說的 沒有跟你說 他沒有說 他就想說好 淘姐要進來了 看他怎麼死 不是啊 那寵物美容 不是有大型的寵物狗狗也可以 還是你們都會洗一中小時 我們才第二天 大到 大到 洗一個早上三個小時 那狗如果直立 我覺得有比咬咬緊 有有都有 那一天就是一頭拉骨大型客人進來 而且剛好 真的大型客人喔 那你有預約上線嗎? 我們好像沒有特別預約上線 有點還沒有 我們要跟這段會講一下了 太累了 因為像咬咬的那一段片 你也是滿臉就無奈 就滾滾在甩的時候 其實我原本以為我脾氣還不錯 但直到上了這個節目 我發現我脾氣真的一點也不好 而且會很像神經病 就是 我遇到寵物 我就會有可愛的男影 可是當他一步過來 我就說不要動喔 對 對 他人格分裂 你好可愛 好棒喔 你好漂亮喔 怎麼那麼可愛 然後下面 不要動喔 你們有印象很深刻的嗎? 印象很深刻的 都好深刻喔 有一隻最巨型的 就是可以洗三個小時的 我有被咬咬擠了一下 我想說 不是那一隻真的很大 好大 那隻大概就是 去掉一個桌子而已的 剩下三張桌子那麼大 他已經快跟一隻羊一樣大了 好兩隻 然後桃子姐問他說 要不要洗澡 對然後他們沒有看 15年然後這樣子 收視會有壓力 因為第一集 其實大概有十幾個人扛 如果收視最低 出現在膩 你要怎麼辦 離開 你不能離開啊 至少我們有墊背的啊 所以小朋友關心一下 前女友的 最近的新聞 蛤 女友 女友 前女友 對 你不想回答嗎 我可以幫你喔 兩次 來我們見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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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桃子姐真的是神救援啊 不過等了五年終於 等到桃子姐強勢回歸 也讓觀眾期待 這部全新寵物石金秀節目 桃子姐與實習生們 還有毛小孩們 能碰到出什麼精彩火花囉 不過很棒 Также今天評論你 四月餘は 穴 optimal 和同的 甜品 做